自然在身边,环境变迁 今年全球多处滑雪场的积雪量不足,因此必须出动造水机帮忙 怎么会这样呢? 可能是全球暖化的关系,今年冬天很多地方的降雪量都减少了 鱼针好了,我去拿来 圣阴现象通常最容易发生在冬季 是赤道东太平洋海域平均水温升高的现象 由于海气的交互作用,使得全球气候都受到影响 目前地球上的温室气体是以水气为主 含量比二氧化碳还多 火山喷发的火山灰会减少阳光入射 导致地表气温下降 大家的手机怎么疫情响了? 哎呀,是地震警报,快躲桌下 啊,地震来了 发生地震时,要保护头部、颈部 同时注意身旁掉落物,并适时移动躲避位置 当地震停止,并确认家人安全后 在时间允许下,先关闭电源与瓦斯 终于停了,这个地震晃真久 我去检查一下,家里有没有物品掉落 啊,好晃哦,不知道地震有几集 等一下新闻就会爆了,希望没有严重的灾情 为您插播一则即时新闻 今日晚间7点13分,发生一起规模6点4的全台油感地震 由于未来几天的天气受到封面影响 东部地区降与机率提高,尤其山区可能出现大雨 请民众注意安全,留意土石流警讯 啊,天啊,地震之后还有可能会发生土石流 它们之间有关联吗? 地震可能会造成山崩 但没有雨水的配合是不会直接造成土石流的 不过强震后,山区的土石松动 如果又遇到强降雨,就有可能发生土石流 要爆天气了 小珍,你明天不是要跟同学约去公园打球吗? 来看天气预报吧 好哦,来了 明天西半部地区的空气品质达到红色警示 提醒民众如需外出,记得佩戴口罩,并减少户外活动 这几天出门前,最好都先查一下空气品质指标 空气不好的时候,就要戴口罩 以免影响到呼吸道健康 可是,打球戴口罩不太方便耶 那我跟小杰他们改变运动中心打球好了